好 志祺早安 大家早安 早上的中原普渡的話呢 應該天氣上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記得拜的這個貢品啦 或者燒了紙錢呢 要分開 不要有拜錯對象 有點尷尬囉 不過來看一下 週休假期就在明天囉 一樣 這幾天的天氣大概都是下半天的午後 典型的夏季氣候 不過還是要關心一下 整個衛星圖上面 第七號的木蘭已經消散了 不過第八號的米雷在今天隨後凌晨就生成了 不過對台灣也不會有直接跟進階的影響 目前看起來是朝著日本關東的方向來前進 最快明天就會登陸陸地的情況 所以有在日本關東的親朋好友稍微提醒一下 這個米雷台風明天就要影響他們了 當然回頭來看一下台灣的天氣 還是以高壓邊緣為主 加上南風的關係 所以在午後有一些對流運氣發展是比較旺盛的 還是以三個熱區 中部 南部跟山區為主 所以來看昨天下半天到此刻的累積雨量 剛剛說到了三個熱區 確實有時候 今天可能會在台中 或是中台灣 或者是明天來到了南台灣 這種對著雲系的符合雨勢是比較雷雨 比較游擊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在台南 今天就來到了整個高雄跟屏東 是累積雨量比較多的時間 當然施雨量有些是猛爆性的強降雨 一個小時下個八十到一百多都是有可能的 未來幾天 週休假期 白天的天氣基本上都是比較炎熱 但是下半天 剛剛說到的那些熱區一定要來格外注意 溫度降雨今天的熱區在哪裡一樣 中部 南部跟山區為主 還有部分的北台灣是靠近山區 以及山區的地方是比較容易有一些 午後對流雲系的發展 有時候大雷雨的即時景緒一個小時前才發 所以大家一定要滾動式的更新 尤其昨天南高屏下到雷雨的情形 溫度這幾天倒是沒有太大的落差 比較有落差的是有時候的高溫景是多一點縣市 有時候會少一點縣市 不過基本上還是以被封測的 北部跟東台灣為主 所以今天高溫景是發了五個縣市 雙北跟宜花東 都有可能來到三十六 甚至三十八度的極端高溫 昨天花年的富元就來到了三十八點一度 施雨量是昨天的屏東竹田八十七毫米 哇 確實有一些致災性的風險 尤其這五天左右 又是天文的大潮情況 海水倒灌的危機都會格外的多 當然說到了天文 今天天文明一樣 可以看到一年三大的流星雨 今天要登場的就是陰仙座流星雨 最大值最大期就是今天晚上入夜 到明天太陽出來前的清晨時間點 最好的地方一樣在空氣比較乾淨的高山 越往高山走 用肉眼看到的機會會越高 不過今年有一個比較掃興的狀況 就是剛好遇到了中元節的滿月 加上有些光害的影響 觀測這個享受流星的感受就會比較降低一點 往年可能一個小時來到了幾百顆 但今年要看到一百顆一個小時內 確實都有些難度 所以用肉眼觀察可能要碰碰運氣 越往高山走 越有機會 當然如果懶得出門的話 現在很多的直播平台都會幫你鎖定星空 有流星 看到用螢幕來許願 老天爺應該也可以感受到啦